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来掌握台股今天的重点 那今天特斯拉的财报激励了电动车概念股 可以说是全线喷出 那制服已久的电动车或测用零组件的产业个股 是否值得来做投资呢 另外在特斯拉的财报当中 也另外看出了AI亮点 那谁又跟特斯拉的AI有关呢 星宇航空今天王子复仇记股价蜜月行情高飞 那有没有机会在超过了华航之后 下一步进一步来追赶长龙航空的股价呢 那假如蜜月行情有中签的投资人 要不要持股续报 那或者是空手的人 星宇航空的买点还有它的压力怎么看待呢 科技巨头的财报下周要陆续登场了 谁将是压宝的重点概念股呢 跟着大陆晶片自主化的趋势来走 系统跟威慎 未来的营运前景是否照亮了前景 还有我们怎么样透过K棒的形态 灵活运用来找寻趋势成长股的买卖点 比如说运动KY股的来意或百合心眼 怎么看待近期股价的上冲下洗 操盘的重点锁定股市权威 那请大家到YT YouTube频道 搜寻股市权威陈薇良 欢迎大家多多的订阅并且转分享 好那今天大盘的部分 我想我们就简单来看就好 因为指数最近其实很明显的 受到美国大选前的观望气氛笼罩 不论是美国股市或者是台湾股市 事实上全值股或者整个大盘指数 现在的空间表现相对都是比较有限 那行情就轮到看个股之间 怎么样去做轮动 时间点因为已经进入到第四季了 而且第四季慢慢也要进入到中后段 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 第四季这个季度通常也是 大家会针对今年的投资绩效 去做一番总结算跟回顾检讨 所以你要留意有一些个股 如果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 可能要发挥断舍离的精神 该卖就卖了 不要再拖拖拉拉的 这个等于也其实是在临持自己 而且我们也讲到很多今年已经大涨过的题材 族群个股如果慢慢有出现转弱 甚至是头部形态的时候 那也要特别小心会不会是温水煮青蛙的效应 不要哪一天发现苗头不对 事情大调了 其实青蛙都已经被煮熟了 那第二个其实第四季也代表的是 新的机会正在默默的崛起当中 虽然最近的行情比较压缩 大盘量缩 像今天也大概只有3000亿元 可是其实我们不是消极的在被动等待 而是更应该要积极的主动观察 现在盘面的资金如何移动 从哪一些高基期的股票 正开始移动到低基期的股票 或者说又有哪一些 今年几乎没有涨到的股票 甚至它根本都还没有利多消息 结果股价已经默默的在冒出头 因为这种类型的股票 往往非常有机会 就成为隔年度的大标股 所以如果你想要 及早卡位明年能够翻倍的股票 其实第四季就是最重要的时机 那一定要把自己的投资心态 节奏调整好 该太弱换强的 那真的不要犹豫 把握黄金时期 那我们今天先从特斯拉的财报来谈起 昨天特斯拉的股价一口气涨了将近22% 那是不是因为它的财报跟展望 非常非常非常好 其实我倒也没有觉得 真的好像棒到不可思议的那么好 其实很多时候股价的反应都跟它所处的位阶有关 你看公告财报跟展望的时候 特斯拉它在哪个位置 它在黏线 在昨天起涨之前 特斯拉它是在黏线 这一条蓝色这条线就是黏线 所以当你压回到低基期的时候 容易呈现利空不跌 利空出几 反之稍有利多 可能就会让市场感到特别的兴奋 这个就是股价跟人性之间的一个微妙关系 所以顺便把这个观念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有些股票如果在低基期 就算还有利空 就算还有短时间的波动震荡 事实上很可能都是机会大于风险 这个就是第四季接近年底 我要特别再一次提醒大家的 好 那市场上大家都在谈特斯拉 可是魏杨老师想跟你讲的观点 我认为应该跟市场主流意见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我带各位来看 今年前三季 特斯拉全球交车量 微缩了大概将近6% 简单来说 今年它的前三季电动车 生产销售的状况是不好的 没有问题吧 这边大家要了解 那第三季的营收是成长8% 来到252亿美元 可是低于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共识 所以营收表现是低于预期的 但是获利是成长17% 比营收成长幅度更大 而且是优于预期 好 那为什么营收表现不好 获利成长表现好 通常这代表公司的产品组合 主要的获利来源有一些调整 那最能够反映的指标就是毛利率 因此我们再进一步看到 特斯拉毛利率呢 19.8% 远高于市场预期 主要原因请特别注意了 有两点 第一个 它出售排碳的收入 创下历史的次高 简单来讲就是碳权 第二个部分是能源业务 包括它的除能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让它的毛利率来到历史的新高 能源的毛利率是历史新高 那特别留意是 抵消了电动车的售价下滑 所以各位要清楚知道 特斯拉亮眼的财报 其实是不是因为电动车卖的特别多 电动车价格越来越好 利润越来越高 完全不是哦 刚刚的文字跟数字 清楚地说明给各位听了 电动车的交车量是微缩的 电动车的价格是持续下滑的 特斯拉本身财报的亮眼 是因为碳权跟能源 跟台股之间的相关供应链 关联度极低 尤其跟电动车 汽车零组件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呢 旁边当中 一大堆的电动车相关的个股 都有非常激情的表演 我认为大概最主要的原因 跟特斯拉本身一样 它们的位阶是低的 可是这些个股 它后续的续航力 还是需要有基本面来做支撑 否则可能就跟放烟火一样 也许一天 也许两天 也许三天 会是几天 我不知道 我不是神仙 但我认为那个都是短线 而且不要忘记 特斯拉也提到 现在全世界其实电动车 基本上只有它赚钱 所以如果是纯粹 电动车的供应链 事实上 它们的业绩真的很难有起色 所以大家呢 同样从所谓的 特斯拉的财报跟股价当中 其实要能够去分辨 投资正确的道路跟方向在哪里 否则你一旦跑错边 就是让你的钱打水漂 浪费了资金 那再者我们看到 特斯拉的财测部分 展望也是热观的 它预期呢 明年的汽车销量可以成长 那另外呢 在它的一个无人的自驾车上路之后 它的自动驾驶系统将会销售大幅成长 还有它持续要去押注AI跟扩展资料中心 好 所以呢 特斯拉未来的亮点 与其说是电动车 我觉得呢 跟它的自驾系统 跟所谓的AI投资 我觉得更有关系 那我们回到台股来讲的话 其实如果你要买一些电动车概念股 或是扩大到汽车领组件 不是不行 但是呢 我认为当然首先的 你要确认 公司的业绩是不是在成长的轨迹上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尽量避免 它除了车用之外 什么都没有 因为单一产业的风险会比较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国内特斯拉供应链当中 其实近期所分享到的 PCB的业者 定影投控 定影投控呢 这两年它的业绩呢 其实表现都不错 那一方面呢 是高阶的车用版需求持续增加 那包括呢 终端的客户之一 也是特斯拉 除此之外呢 公司呢 也切入到AI市场 那也因为有新的订单 所以呢 扩增了新的产能 那逐月呢 都开出新的产能 那在这个月份 10月份呢 产能都可以全部量产 开出来贡献 那因此后续呢 每个月估计都还可以再多 1.5亿元的营收 那这个礼拜 股价已经在电高了 那本周日公司呢 将会公告财报 下个礼拜将会举行法说会 那到时候呢 我们再来追踪 好 那进一步来看一下 今天呢 非常热门的话题 新宇航空挂牌了 那它的蜜月行情 当然呢 大家看了 可能是目瞪口呆 哇 一天呢 可以涨了50几% 是不是 今天最后呢 来到了30.75元作收 好 那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挂牌啊 通常第一件事情呢 你要先去注意 它到底有几张 所谓的承销额度 这些抽签者 通常如果价差够大 赚到蜜月的这种 算是意外之财的话 通常呢 第一天大部分都会卖出 大部分 好 那因为这一次 它大概呢 提拨了大概将近8万张 那今天成交量呢 超过25万张 所以显然 符合我所预估的 今天大部分重签者 应该都下车了 都下飞机了 因为呢 大家都差不多有 赚到1万块钱 也都开心的 领了一个小确幸的红包 好 那接下来 新宇航空值不值得投资 它未来的股价 支撑压力怎么看 那我们快速 带各位来先看一下 关于它的基本面的部分 再来带到它的技术跟筹码面 新宇航空呢 以客运来讲 在台湾 它的这个跟几个航空业者比起来 市占率规模来说 是占据第三的 那大约是来到7个percent 那货运的部分呢 相对再小一些 大概呢 是1.5percent 那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个以目前规模来讲 当然王子真的要复仇 当上国王 还需要再努力 不过这没有关系 因为呢 所谓的低市占率高成长率 或低渗透率高成长率 本来就是呢 有利于股价表现的一个因子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新宇航空目前它的航线 也就是说主要客运的 一个占比的部分来说的话 东北亚为主 像非日本线非常非常多 东南亚跟美国 相对是排第二第三名 那它的成本来讲 跟同业有一个 蛮值得一提的特点 就是呢 燃油成本 这是属于变动的成本 它的比重只有25% 那同业大概来到30% 那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要去区分 现在的油价走势 你们认为是在上涨阶段 还是下跌阶段 因为如果是油价在涨的时候 同业的成本压力会比较大 那新宇的压力会相对比较小 那反之如果是油价呢 走跌 甚至不用说走跌 就至少不是在呢 大幅上涨阶段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反而 成本比重比较高的同业 受惠比较大 那新宇反而呢 就比较没有这种 因为成本所带来的更大好处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到目前并没有对它的 业绩状况有加分 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是 它的成长性 它的确是特别好 因为呢 随着它新增的 不管是说要交机的数量 还有呢 新拓展的航线部分 那当然也会带来呢 更多的更多的载客数 呈现呢 大幅度的倍增 那我们看从今年开始 到2029年 这几年 新宇航空它的机队规划 将从26艘到33 到后年47 到2029年53 所以这个就是它最大的优势 简单来说就是成长性 好 进一步呢 来谈谈大家所关心的 股价的问题 我们直接来跟同业做比较 像长龙航跟华航 这两大龙头 今年跟明年EPS呢 都将持续衰退 衰退 那我们刚才提到 新宇航空最大的优势 就是成长性 但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昂贵 它的股价昂贵 因为呢 航空股也算景气旧航股 而且常常是没有赚钱的 所以通常会用 股价净值比评价 来取代本益比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以今年的PB来看 长龙航1.8倍 华航1.7倍 就算呢 以明年的PB来看 那长龙航是1.6倍 华航是1.5倍 所以无论是用今年或明年的角度来看 大约啦 两大航空双雄是介于 1.5到1.8倍的股价净值比 那新宇航空的每股净值 目前是7.4元 姑且算它到今年底来到8块钱 8块钱 那各位 新宇航空今天涨到32块钱 它的PB股价净值比试 反映到了4倍 所以我说相较于国内同业 1.5至1.8倍 它来到4倍 它最大的问题是昂贵 即便它的成长性比较高 就算它的PB应该可以比同业高一些 好吧 给它两倍好了 那再怎么样 我认为到4倍 我个人是会觉得投资起来 是不太安心的 我不晓得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至于说从股价的一个变化来说 我们来看一下 近期就过去这三个月以来 它有两个高点 大概都在33块附近 这个压力倒不是太大 因为今天的历史天亮 都比前波高点的量还要大 所以今天的大量背后 应该也有一些解套 认赔小幅度停损的卖压出现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 过去新宇航空曾经在去年初 创下50.5元的高点 我把这一段K线放大给各位看看 当时套在上面 主要的这三根K棒 加起来成交量大概36万张 所以除非下礼拜开始 新宇航空它能够持续以量滚量 去稀释消化这些卖压 而且市场对于新宇航空的未来 是真的必须要有更坚定的投资信心 否则我还是必须要回到 基本面跟各位讲 我觉得新宇航空的成长性最高 但是它的评价也是最贵的 这边基本上要不要续报 或者是参与投资 各位可以去斟酌 但以威洋老师的建议跟观念来讲 我觉得我宁愿会把资金 拿来投资其他的个股 第四季本来就是 很多的机会跟风险并存 手中的钱一定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跟着特斯拉标涨 去买进一些其实基本面 正在走下坡的电动车概念股 又或者说你看到像这样子 大家疯狂追逐的标的 你也想要跟着一起去抢一张机票 分一杯一根吗 不妨想想这个问题 不过可以确保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资金 在做长期投资 或者说你正在做存股规划 我们曾经提到 台积电在过去十年涨了十倍 而且几乎年年都上涨 精准来说十年里面涨了八个年度 我们知道过去的十年 全球包括台湾 碰到多少次的景气循环 股灾 黑天鹅 空头 所以十年里面能够涨幅大 而且上涨几率高的公司 真的是非常可贵 你想知道有没有其他公司 可以跟台积电一样 复制这样的走势 甚至比它还更厉害吗 十年涨了九次 十年涨了十次 而且幅度相当大 我们把这个资料 无私地跟大家去做分享 想要得到的朋友 加入LINE之后 请你在聊天室留言 私讯输入光复这两个字 这个就是通关密语 输入光复两个字 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跟大家分享 活动只有到今天为止 所以最后一天的活动 赶紧来把握 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资料呢 加入我的LINE之后 在聊天室输入光复两个字 小老鼠STOCK888 我们休息一下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来继续请教魏亮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前 我也再把时间交给魏亮老师 好 连接器6197加币期 今天盘中股价突破了近期新高 公司股本12亿 发行了可转载筹资10亿元 这个数字大家一定要感觉 我如果只有跟你讲 它发可转载筹资10亿 是不是没感觉 所以相较于股本的比例 你就有感觉了 那就代表公司对未来 它有庞大的资本支出 扩充产能的需求 进一步来讲 当然就是有订单 当然基本面的部分 不要急 下个礼拜公司就要召开法说会了 所以到时候一定一定 会有更多更多的资讯 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去做分享 好了 再来看到345油田 油田也是设备商 最近称在这个地方 好像不上不下的 如果进一步把时间拉长来看 已经差不多有整理了两个多月 大致上呈现一个三角形态 三角收敛形态 我之所以要跟各位讲它的形态 是因为你去看最近蛮多设备股 尤其像我们提醒的 有一些早期就开始上涨 涨幅很大的COAS设备股 像军华 军豪 其实他们都在弯头往下了 公司的基本面还在成长 可是股价早已先反映了 所以已经在往下了 相较而言你就要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有比较才有感觉 这个叫做相对强势 相对强势 预估今年营收可以来挑战20亿元 好了 重点来了 今年前三季它营收多少 11亿元 今年也不过就剩下最后三个月 所以这影韩表示什么 未来三个月它的营收 将会进入到爆发期 显然年底之前有很多的设备 要开始任务入账 另外我们提到这一档 也是跟设备有关的 股价在前一波 冲高之后 最近压回来 企涨平台区附近去做整理 股本7亿 发行可转在5亿 另外现金增值6亿 拿到COAS的代工订单 这个金额是去年营收的1.5倍 所以能见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好 再来我们看到系统 或者说威胜 这些目前其实都会持续受贿 在公司的营运转型之后 所带来的营运爆发力 以威慑来讲 最近两个月营收都是大幅度冲高 创下历史新高 回测前波的一个支撑区 这个地方值得去做关注 最后快速跟各位讲一下 运动相关的个股 来意KY今天准备往上挑战新高 各位看看来意KY 你要买在这个黑K大跌的时候 还是买在这个创高红K的时候 事后来看你当然会告诉我 应该买在这个左边下跌的黑K 这就对了 我跟各位讲 技术面跟基本面趋势 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反向思考 白话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家公司如果很明确 基本面趋势是往上 那技术面它越丑 也就是说下跌的时候 人气要博取 这就是反群众思考 你要买黑K不是去买红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8404百合KY 这里回测跟之前创高 你要买在哪里呢 那盛货一并来观察的是 它的母公司9938百合 今天股价还在创高 所以就代表了 整个集团联动的效应 或者是作杖的行情也没有结束 况且现在外资投信 在买9938百合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都是因为它旗下的百合KY 获利有大幅度的转积 很多股票 你对于涨跌看不清楚方向 对于消息面的多空不会分辨 那是因为你单打独斗 欢迎大家跟进我们的脚步 小老鼠STOCK888 祝大家操作顺心 下周见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上所推介分析的 各别有加正确 没有不断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显身评估并解释 似乎投资风险 确定操作顺利 我们下回